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刷新生活圈开始新一天 欢迎您收看由关注白内障 关注眼健康的沙普艾斯 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 大家早上好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 陪伴各位度过一个充实的早晨 我们来看一看最近发生的事件 有哪些值得我们来关注呢 最近上海 广东 天津 云南 甘肃 杭州 厦门等多个省市呢 都陆续地推出了新政策 不同程度地降低了社保费率 但是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疑问 社保缴得少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到手的工资就会增加呢 这样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上海的情况 好 今年的3月21号 上海市政府宣布 下调 养老 医疗和失业保险三个险种 预计今年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大约135亿元 不过大家要注意了 这些都是单位的缴费率 不涉及个人缴费率 也就是说上海经过这次的下调呢 主要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但是员工到手的工资还是没有变化的 不过广东 云南等地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仅是单位的缴费税率降低 个人的缴费率也同时降低了 例如广东的失业险费率 从原来的2%降低到了1% 其中的个人税率 从0.5%下降到了0.2%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如果您每个月的应得工资是5000块 那么从今年3月开始 每个月需要缴纳的失业险就从25元降低到了10元 一年下来就能多拿到180元了 所以说社保费率降低了 到底说这个现金收入能不能增多 关键呢还是要看各地的具体政策 是单纯地降低了单位的缴费税率 还是包括个人缴费部分 但是话说回来可能很多观众都会担心了 那我现在缴的这个社保是少了 会不会影响到我将来社保的待遇呢 从全国来看的话 人社部的负责人表示2015年 我国的社保基金总收入达到了4.6万亿元 总支出是3.6万亿元 这表明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是很充裕的 有能力 有空间 继续下调缴存的比例 从2010年开始到2015年 甘肃省白银市出现了一个嚣张的窃贼 居然入室盗窃400多起 涉案金额达到200多万元 为什么他能够屡屡得手呢 而我们老百姓到底应该如何来进行防范呢 自2010年起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 接连发生多起小区一楼入室盗窃案 住户家里的现金及金银首饰被洗劫一空 在连续接到多起报案后 白银分局立刻召开专项会议 我们就发现犯罪嫌疑人 作案时间一般选择就在晚上的7到10点之间 主要选择一楼没有开灯的这个住户 通过剪断防护栏砸破玻璃 定入屋内实施盗窃 由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看到 嫌疑人故意避开光线较好的路段 导致通过监控 只能看到嫌疑人走路的姿态及体态特征 但在对所有的监控逐一比对的过程中 专案组成员有了重大发现 有一个人 那么在每一次的监控录像 他都能出现这么一个人 走路就是很特别 他这个特别是啥呢 他这个人走路就好像是夹着腿 这么凑凑凑就往前走 就这样的一个特征 那么就是最后我们就是 从多个监控录像就发现了这一个人 最后我们就确定了 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个 到这敲刀入室防护了 那个这个系列案件的重大犯罪嫌疑人 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后 专案组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捕归案 李某在作案初期 大都将作案目标瞄准老旧小区 现在很多老旧小区设施相对比较差 很多家庭还是在使用老式的门和门锁 那么这种门锁和窗户到底危险在哪呢 近日西安民警走进钟楼小区 掩饰入室盗窃防盗技巧 并介绍老式门锁门窗的安全隐患 那这种栅栏门怎么就不安全了呢 除了门 栅栏式的窗户也很危险 现在有这样一类骗子 专门对咱们身边的老人打温情拍 温情拍也就是说冒充熟人 何止是熟人啊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防骗关键词的第一个词 那就是爱情 爱情我知道了 桃色陷阱肯定是 还真的不是这样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2015年8月 77岁的董大爷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家 叫做一见钟情的婚戒所发布的征婚广告 报纸登的就是老伴死了 我需要的找着近门的老伴 陪着我杜伴遇上 董大爷按照报纸上的电话打了过去 接电话的是一位自称红娘的郝老师 郝老师邀请董大爷第二天去婚戒所详谈 董大爷在交了一百元见面费后 立即见到了报纸上刊登的朱女士 交完了果盘前 董大爷和朱女士聊了几句 感觉还不错 双方都有进一步交往的意向 这时 红娘郝老师又进来了 听见朱女士也付了六千元 董大爷第二天就把四千八百元交齐了 朱女士每天都会给董大爷打电话聊天 陪他吃饭逛街 在第三次见面时 朱女士就说到了婚事 你得有个表示 我说表示什么呢 这表示你真信呢 我说怎么表示啊 你得购买 我说你都要慢 不要太搞当了 一个响亮一个劲儿就行了 我说我没有这四千准备 没有你的钱呢 牛头都问我 你现在贷多钱 我现在也都有两千块钱 你钱没两千给我吧 我行 给他 给他玩他 牛头都走了 我就去留了隔断了 没怎么了解就花了好几千 还要了订婚首饰 只要董大爷说等等再买 朱女士就不搭理他了 董大爷越想越别扭 不禁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被骗了 把大爷提供的这个 这个女同志的这个名字 包括住址 年龄了解下来以后呢 我们就进行了一下调查 发现大爷说 是我的这个人 根本不存在 随后民警查出了朱女士 同时再和几位老人交往 随即将其带回了公安机关 根据朱女士交代 警方又抓住了 另外三名昏托 和十几位所谓的红娘 两个月当中 他们大概骗了 得有讲几200个老同志 涉案金额得有100多万 这涉案的100多万 仅仅是中介所收取的 查水费和成功费 事已至此 事物骗的老人中 居然还有对自己的女友 深信不疑的 有一个老同志 让听着让我们哭笑不得 就是我们告诉他 我们给叫来以后 就是让他进行辨认 然后指认出闲人以后 我们告诉他 这是个骗子 诈骗犯 昏兔 这老同志不信 无论我们怎么做工作 他也不信 他后来甚至说 就是他骗了多少钱 我把钱 我给他补 让他出来好不好 出来以后 我们接着他 不要轻易相信 报纸上的真婚广告 尤其是女方 条件特别好 但对对方呢 又没什么要求的 不要轻易相信 婚姻介绍所介绍的 年龄相差悬殊的女子 来作为伴侣 说完了 利用爱情这个陷阱来诈骗 我们一起来走进 今天的第二个防骗关键词 那就是 亲情 亲情 我觉得肯定不会是 自己家里人掉片吧 我跟你讲 要看一看这里面的自己家里人 说的到底是什么人 2015年10月27日下午3点 一位80多岁的老人 和一名20多岁的男子 来到了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银行 在柜台前 老人说 想把自己存者里的定期存款 全部转到一张新开的卡里 您这个确定是什么 这个还没到期呢 银行工作人员发现 老人存款里 有20多万元的定期存款 再有一个月就要到期了 可此时 老人却要全部取出 不仅如此 办理业务时 老人身后的男子 不停地左顾右盼 并催促老人赶紧转账 这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警惕 这个男的就劝阻 继续让老人支持 他理由一开始 说的是去做生物 后来我出来再次询问他 他有所有得病 所以这就前后矛盾了 已经有矛盾了 觉得事情有些可疑 工作人员立刻向海淀公安分局 永丰派出所报案 看到民警突然出现 老人赶忙上前解释 说年轻的小伙子 是自己的干孙子 经过了解老人姓何 今年83岁 独自生活在昌平区的一处平房 何大爷生活节俭 存这里的20多万元是他一生的积蓄 一个偶然的机会 何大爷在村里结识了一个年轻人霍某 霍某就是陪何大爷来银行的男子 两人相识后 霍某隔三差五的就去何大爷家串门聊天 一来二去 两人的关系也亲近了不少 何大爷说 他是心甘情愿任霍某当干孙子 为了爷孙俩今后的生活方便 他才同意把存折放在一个账户上 虽然何大爷非常信赖霍某 但民警却一直怀疑霍某的动机 霍某说自己在航天部工作 但民警想要查看工作证件时 霍某却拿不出来 随后他拿出了一张所谓的 清华大学博士生的证明交给了民警 经过核实 这张所谓的证明其实是伪造的 眼看自己的伎俩被识破 霍某也只好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目的 他其实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的 一个普通人 后来他付出啊 最近啊没钱交这个房租了 他想到这么说 不过认识老爷子作业甘孙的 就把这老爷子二十亿万 定格存款要骗走 据了解 霍某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 在北京没有固定职业 当他得知何大爷一个人生活 手上又有存款时 便心生歹念 伪造身份来博取信任 进而骗取何大爷的存款 这个年轻人他实际上主要目的呢 是为了骗取老人的信任 打听老人的家庭情况 财产情况 为下一步行骗做准备 不能把自己的财产情况告诉对方 当然更不能把自己的这个钱 交给对方来管理 利用老年人需要亲情 需要温暖这样的心理 登堂入室进行诈骗 真的是挺可恨的 没错 接下来这招 针对老年人的温情骗术 关键词是 同情 就是说利用老年人的同情心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们是如何来博取 老年人的同情心的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 云岛的人是李老太太 她已经年近七旬了 苏醒过来后 老人痛心疾首 她跟民警说 刚才这个女人冯某 骗走了她所有积蓄 原来李老太太是在公交车上认识冯某的 当时冯某说 她认识老人的女儿 他们是同事 第二天冯某一路打听 找到了李老太太的家 见老人独自在家 便开始编造理由 向老人借钱 据侦察员调查 冯某用这种手段 骗了不少老年人 多则几千元 少则几百元 他一边进院了 一边打电话 冯某一边 冯某一边 有个车 警察打着就扣了 要五千块钱 你说我这儿没有 跟你们这儿借着 我就觉得挺新的 一边上冯某这么老远 我就尽量帮你 这个孩子 据冯某交代 他从2009年开始 在房山区周口店 长沟 寒村河 张芳等地 冒充熟人 诈骗十余起 老年人 耳根子比较软 也容易动感情 这样呢 就会给骗子们 以可乘之计 所以说 对身边突然出现的 所谓熟人 大家一定要多方面 核实对方的身份 开车上路 要遵守交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可是山东青岛的 一辆公交车 大白天的当街 闯红灯还逆行 事后啊 竟然还要求交警 撤销违章记录 这事 交警能答应吗 从监控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辆公交车 在街上大摇大摆的逆行 引得旁边车辆 纷纷躲避 照这么个开法 铁定是要扣分学习的 如果说去学习的话 因为我是公交司机 我们是属于说 轮起舞的 所以说 会影响我的 中查上班 什么 不想学习 可不能成为 让交警消除违章的借口啊 这事有点蹊跷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他从上车到晕倒 很快中间 大约就一两分钟 一两分钟的时候 大约就已经就晕倒了 原来一位乘客 在上了江师傅的车后 没走几步 突然就晕倒了 看着还挺严重 这可吓坏了周围的乘客 就这样 在征得其他乘客的同意后 江师傅抄近道 逆行开往最近的医院 这才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事后 由于违规行驶 江师傅可能面临 吊销驾照 重新学习的惩罚 但是由于特殊情况 青岛交警 做了如下处理 看了这条新闻 我们真的要为司机 和交警部门点赞 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说 我路上有个紧急情况 就可以随便违反交通法 在这里呢 有几点要提醒驾驶员朋友 开车路上遇到 突发的疾病情况 第一呢 要把双闪灯打开 第二呢 必须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 不能说为了救人 又发生交通事故而伤人 第三呢 送了病人之后呢 应该取得医院的证明 确实是抢救需要 并主动向交警部门 说明情况 开车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尤其是很多的女性朋友 上车之后 一定要锁好车门 上海的蔡小姐 就因为没有锁车门 让一名劫匪上了车 这劫匪啊 不仅要走了 蔡小姐身上的全部现金 还挟持了她 要她联系家人汇款 但最后 蔡小姐是机智地脱了险 被民警成功地解救了 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1月22日晚上 蔡小姐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当车辆行驶到上海 曹路镇保龙广场时 突然有个黑影 从车后窜了出来 拉开车门 迅速上车 随后一把刀 架在了蔡小姐的脖子上 她一下子意识到 自己遇到了劫匪 只能按照犯罪嫌疑人 黄某的要求往前开 车辆靠边停下后 蔡小姐将随身携带的 七八百元钱和信用卡 全部拿出来给了黄某 起料黄某并不满足 胁迫之下 蔡小姐只能向家里打电话 谎称自己遇到了车祸 让家人马上汇钱过来 同时趁黄某不注意 蔡小姐向自己的男友 发送了求救信息 给男朋友 他的男朋友发了一个短信 就是两个字报警 在等待蔡小姐家人汇款的同时 黄某又打起了信用卡的主意 当晚11点20分左右 黄某戴着墨镜和口罩 用雨伞做掩护 胁迫蔡小姐在ATM机上取款 并用口罩罩住蔡小姐的嘴巴 为拖延时间 蔡小姐故意输错密码 随后黄某坐上了驾驶座 自己开车 蔡小姐抓住机会 利用微信位置共享功能 第二次向其男友发送信息 警方据此锁定目标 将黄某迅速抓获 第二次位置共享发出以后 就是警方就马上反应了 当时在路面上巡逻的 这个民警 社保队员 就是大概几分钟以后就出现了 就出现在他们车子旁边 那么就把这个女孩子解救了 警察犯罪嫌疑人黄某系江西人 目前已被提起诉讼 咱们再来一块回顾一下 这位蔡小姐先是配合劫匪 交出了现金 再故意输错了密码拖延时间 紧接着 跟男朋友发报警的信息 再用微信共享位置 最后成功脱险 所以说 遇到这种情况 安全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其次就是要冷静地应对 设法脱险 近日在一辆北京 发往温州的列车上 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位乘客不小心将自己的现金 和银行卡 顺着厕所的通道 调到了铁道上去 这可怎么办呢 听说这现金还是这位旅客 急着带回家的救命钱 情况很紧急 我们赶紧去看一下 近日一辆由北京 发往温州的K1014列车 刚驶出泰山站不久 泰山站工作人员就接到消息说 在列车开动后不久 一名旅客在上厕所的时候 不小心将身上5000元的现金 和一张银行卡 顺着厕所的通道 调到了线路上去 最后 泰山站的两名工作人员 立即循着铁路沿线寻找 可是沿着铁路走出七八公里后 仍一无所获 于是工作人员通过站长 联系上施主 并得知了施主 大致丢钱的时间 通过推算 得知了丢失的大概位置 并继续沿路寻找 为了帮助施主 尽量减少损失 两名工作人员决定 一个人在防护网内侧寻找 另一个人在防护网外侧寻找 在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搜寻 步行了12公里后 工作人员终于找回了施主 丢失的银行卡 和3700元散落的现金 据了解 丢钱的张女士 原本是用这笔钱 到医院看病用的 没想到半路给弄丢了 幸好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才挽回了损失 我们都很爱吃鱼 但吃鱼的时候 有可能被鱼刺卡到 这是常常发生的一件事 浙江的刘女士的母亲 三年之前喉咙里面卡了一根刺 但就是因为这根小小的鱼刺 三年来 刘女士的母亲几次被抢救 生命垂危 一家人也为此背负了沉重的债务 在浙一二院 滨江分院的病房里 刘女士的母亲躺在病床上 脸色蜡黄神情憔悴 面部装着导管 靠外部注入营养液 维持生命 刘女士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小小的一根鱼刺 三年前 母亲在吃饭时 被一根鲫鱼刺掐住了喉咙 谁也想不到 这根鱼刺竟然酿成大祸 这是那个鱼刺 就是把那个动脉给腐蚀 就是就是感染 就是赖掉了 动脉赖的不是大粗一些了 然后就是他们就形成 那个假性的动脉瘤 然后他们就装了一个指甲 把动脉补上就不留血了 先保命了 一根鱼刺差点让母亲失去生命 刘女士说 当时医院通过胃镜 将这根鱼刺取了出来 然后等待伤口愈合 可没想到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 刘女士母亲的伤口 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几次出现大出血 屡屡危及生命 见识就是鼻管 胃管 就是鼻子里 针筒打进去 针筒里打进去的 买营养液的针筒打进去 它就是长期卧肠的 卧肠生活也不能自理的 都是靠我这个老爸 老爸这家照顾她 母亲出世时 刘女士的妹妹刚刚大学毕业 她原本以为 被鱼刺卡住是小事情 没想到母亲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目前医院方面会诊的初步结论是 进行一次大手术将刘女士母亲 食道被腐蚀的部分切除 而这种手术具有极大的风险 到现在为止 本来家庭条件就不好的刘女士一家 已经靠借债花去了近60万元医疗费 实在无力支撑下去 正在向社会各界寻求帮助 这确实是没有想到 一根鱼刺能够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这也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 那么如果被鱼刺卡到之后 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又有哪些事情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呢 如果鱼刺卡住的时候呢 一定记住了不要用馒头 用面食 我往它掖一掖 把它送一送 看什么能不能就下去了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这样有时候这个刺会砸得更深 可能会砸破石道壁 到周围的这些血管 比如说会形成动脉瘤 如果是砸的鱼刺比较小 比较小的鱼刺 我们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个呢就是往外咳一下 或者是口含的醋 食用的醋 叫它经过局部的软化 它可能到第二天 吃着就没有什么事了 但如果是呢 用过这种方法还是不行 还可以用大口的喝水 整口的 因为用水的这个浮力 对吧 把这个小刺呢 连水一起给它送下去 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这个刺特别大的时候 这个刺特别大的时候 异物感特别明显 疼眼疼痛特别严重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一定要及时地到医院去救诊 小孩子们呢 因为年龄比较小 缺乏对事物的基本判断力 不能够很好的保护自己 再加上呢 小朋友天生习惯 用嘴巴去感受身边的事物 导致务实东西 受到伤害的事件 事实有发生 为此呢 我们专门总结了几种 孩子务实 治伤治死的情况 希望能够引起 各位家长的重视 保护好 我们可爱的孩子 今年3月20号下午 陕西省西安市 护县的杨先生 外出办事 回来后 发现自己7岁的大女儿 小毛 突然肚子疼 被奶奶带去看病了 而4岁的小女儿 还在床上睡觉 杨先生并没有多想什么 我当时我就 我就以为小子 还在那睡着了 然后她也打着呼噜 我没多想 毕竟她早上起来都早 然后下午 四五点睡觉 也很正常 过了一会儿 她姐跟她奶奶 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她姐就跑楼上去叫我 然后说那啥 说她妹妹叫不醒了 然后我就赶紧下去看 赶紧下去看 经过一整夜的抢救 小女儿最终 还是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一问才知道 姐妹俩是误食了 大人吃的止蟹药 后来经过鉴定 孩子所说的甜甜的药片 是止蟹凝 是大人用来治疗腹泻用的 可是为什么孩子吃了 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这个是在成人比较常用的 一个用于止蟹的一个药物 我们一般来说 这个药物的话 两岁以下的孩子是禁用的 它这个的副作用 它除了就是说是 有些孩子用了以后 会有一些 未尝到的一些 不良反应之外 可能还会对中部神经系统 产生一些影响 如果大量使用的话 可能就会危及到生命 除了大人服用的药物 要保管好 防止孩子务食之外 一些大人常吃的零食 也要防止孩子务食 产生危险 齐齐哈尔市的吴女士 出门买菜 谁知自己两岁的儿子 小陈浩 跟奶奶在家务食了 真的人 一下子卡在了气管里 不停的干呕 脸别的通红 孩子送到七七哈尔市医院后 经过检查 需要立刻转往省城哈尔滨市治疗 幸好有热心的低歌低解车队 及时送往哈尔滨儿童医院 如果孩子意外被异物掖住 家长可以从背后抱住孩子 双手紧握 放在其腹部正中 然后突然向上用力压迫腹部 使一股气流猛然从气道冲出 有助排除异物 这就是全世界通用的 海姆利克急救法 说到节水的好处 大家能想到的 比如说省钱 比如说节约水资源 尤其是节约水资源 在今天这个时代 非常的重要 对啊 很重要 所以说今天呢 我们就要为大家来推荐 一位节水达人 你是要给大家推荐 一位节水达人吗 对啊 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我也准备给大家推荐 一个节水达人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吧 看哪个节水达人的招 更好使 没错 而且在比较之中 能让大家学会 更多的节水妙招 那就我先来吧 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 这位阿姨呢 是来自北京的一位阿姨 她节水啊 不光是为了省钱 节约资源 她还通过节水 来锻炼自己的身体 这看似不搭边的两件事情 她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 在北京市民 浸凤之家的卫生间里 有一个大水桶 和好几个盆子 这些都是用来呈废水的 为了摘厕所和厨房 放了那个有水盆 还有这个厕所里 放了一个大桶 这样的话 把那洗衣服的水呢 和那个平常日洗菜 就比较干净的地方 都搁在这盆子里头 和搁这个大桶里头 这样呢 可以进行 到用的时候就可以 比如说浇浇花啊 拖的地啊 这样都可以那个做到 节约用水 甚至有时候还能更多一些 节约用水 除了可以减少生活开支 浸凤之还从中发现了不少乐趣 比如 节水的同时 它每天都会把盆子搬来搬去 走的路自然也就多了 有时候甚至都不用出去锻炼 在家就能轻轻松松的健身了 锻炼腿脚 来不来去呢 走呢 也是一种锻炼 锻起这盆来以后呢 这个两个胳膊也都锻炼了 而且腰呢 也得到了锻炼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是吧 其实不是麻烦的事 而是一件 就是两前其美的事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应该做做 这位浸凤之阿姨自创的 节约用水锻炼法 确实不错啊 既省钱又还宝 对啊 是不是很厉害 一举多得 确实不错啊 但是呢 我今天啊 还有一位节水高手在啊 来看看北京的一位叫 陆元忠的阿姨啊 她是社区里出了名的 节水达人 更厉害的是 她竟然自己发明了一种 节水马桶 不但还宝 一年还能省下不少的水费呢 用这个瓶子呢 找一个合适的 在马桶里能够放得下的 然后把它放上沙子 或者水都可以 我现在呢 可以放水 我现在放了满满一瓶水 正好适合我这个马桶 我就把它放到马桶里 这样当我在用这个马桶抽水的时候 就可以节约了这么一瓶水 对水这么精打细算 可不是因为人家陆元忠抠门 这个北京是祖国首都 虽然是个缺水的城市 但是全国呢 都治愿北军 作为北京的一个市民来说 对于这个节水就更加重要 怎么样 陆阿姨很牛吧 是 是挺不错的 因为她还搞起了这个节水发明 相当于是自己的这个创造 没错 其实啊 她俩甭比了 对这个自创节水锻炼法的金阿姨 和发明了节水马桶的陆阿姨 我们要一块的给两位点个赞 最近在河南的一家医院 医生运用3D打印技术 竟然让一名腿部残疾的患者 能够正常的走路了 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赶紧一起去关注一下 今年52岁的郭弘历 在十几岁的时候 患上了膝关节核 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 她做了膝关节融合术 一年之后 又因为行动不便 摔伤了一次 结果导致部分劳动力出现下降 医生说 由于郭弘历的右膝 曾经做过手术 膝关节出现了严重的畸形 如果用一般的节骨模具手术 容易出现误差 都不能按原来串通的定位方法来 根据这个 最新的就是说 根据这个解剖结构 打印出 它适合它自己的一个切割表纸 切割板 这就是全家最新的3D打印技术 医生说3D打印技术属于一种通过CT扫描 把人体的骨骼等硬组织在计算机里重建 建立出1比1的模型扣 再通过3D技术打印出来 通过3D打印技术 可以制作出更适合患者的关节夹体 而不像之前那样都使用相同规格的流水线产品 这样可以达到这个真正的一个适合骨性 隔体骨性态 通过这个切割架最终了 收束让你主折操作收束更简单 而且更精确 在3D打印技术的帮助之下 郭弘利顺利完成手术 目前 他的右下肢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膝关节也获得了良好的活动度 只不过因为咳嗽了一程 开的车居然着火了 最近安徽省寿县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交通事故 这咳嗽和车辆着火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起车祸中 车辆燃烧报废 车上两名人员受伤 而说起这起车祸的罪魁祸首 您肯定想不到 原来驾驶员时某近期一直感冒 当天上路后不久嗓子发痒 不由自主的咳嗽了一下 不成想着咳嗽的劲儿太大 竟然导致了头晕 结果车辆方向失控 一头撞在路边的大树上 起火燃烧 幸运的是乘客离开的及时 没有造成更大的意外 而这辆在江西省瑞金市的 一个隧道里的事故 原因竟是这样的 结果一走神便发生了车祸 而在万年高速上这起车祸的起因 之后又被弹回路中间 与后面驶来的轿车发生碰撞 万幸的是 由于两辆车上的人员都系了安全带 没有人员受伤 在驾驶规范当中有明确的要求 比如说我们行车当中的一些 我们需要调整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座椅需要调整 比如说收音机需要调整 那么一定把车速降下来 我刚才说了 车速降到四十公里以下 去做这些事 因为车速慢 一旦有情况 你有反应的时间 你有处置的时间 这样的话 给自己安全留出一个余地来 还是照常速度开 还是高速状态下 一旦发生一些突发情况 措手不及 说到交通安全 我们不得不提到 清明节快要到了 假期三天 全国收费公路将继续实行 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 扫墓里踏金赏花 出油车辆会合 车流非常集中 急易发生拥堵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 避免出行高峰呢 从4月2日零时 至4月4日24时 高速公路在上述时间段 将对小型客车 7座及7座以下 实施免费通行 对免费通行车辆 继续采取入口不发卡 出口不收费的 快速通行模式 清明小长假期间 容易发生拥堵 同时个别目的周边道路条件 及停车场地不足 可能会导致车辆停滞在高速 和进出道路 交通部门提醒 车辆将主要集中在 每天上午和下午 因此开车出行 应该避开高峰时段 避开热门线路 避开拥堵节点 我想大家会有相同的感受 去买菜的时候咱们最怕什么 这相同的感受就是缺金少两 没错 最近上海市制建部门 对市场上的电子技嘉秤企业 进行了突击检查 这个检查结果让很多人 大吃一惊 个别的不良商家生产的电子秤 严重的存在偏差 一些作弊秤最高竟能增重 百分之六十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当地执法人员首先来到上海市 九星市场的一家 专卖电子秤的店铺 进行检查 在对一款商标为 生意宝的电子秤 做进一步检查时 执法人员输入一串复杂密码后 这一台电子秤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好了 这个是作弊秤 这是密码作弊秤 据过我们密码输入 它就反映出来了 它作弊秤是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多有 最大一直到百分之六十 一公斤的砝码变成160克了 是一个撞油密码的作弊秤 而在另一家店铺检查时 也发现了有同样问题的电子秤 5000克的砝码 电子秤却撑出了6470克 增重比例也达到了近30% 电子秤上的这些M档位 是正常的电子秤上都有的 其作用是用来存储 不同商品的价钱 便于更快捷地选择 不同的商品价格 但不法分子通过更改芯片 将这些档位改成了作弊功能 这种更改了芯片的作弊秤 是目前作弊秤当中 占比例最高的一种 作弊方式非常隐蔽 从外观上看根本看不出 遇到检查时 商贩可以通过断电重启 将电子秤恢复正常状态 如何避免这类陷阱 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你要吸尽一点了 你看他的动作是不是 经常动作多余的动作 比方说你这M1档 他应该他这价钱按好以后 M1档M2档他是不应该按的 他动作多了以后 你要引起警觉了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 最好去公平身上去复一下 刚才查处作弊秤的 都是执法人员 可能大家会问了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又没有专业的设备 怎么来防止被骗呢 我来教大家一招 大家随身 咱们都带着手机 钥匙这些东西吗 您在家秤好了 比如说您的手机是200克 回头到了菜市场 商贩称重之前 您把手机往它秤上一放 看看是不是200克 这不一下就看出来这秤 准还是不准了吗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 关注一组文化方面的消息 歌剧白猫女延安首演 70周年之际 本周末经典歌剧白猫女 3D舞台艺术片 也与观众见面 相比于以往的舞台版本 影片故事更加紧凑 在大屏幕上用3D技术 呈现经典歌剧作品 新颖的表现形式 吸引了不少观众 剧情上面也是非常经典的 一个故事嘛 那我觉得现在 他把它拍成这个电影 而且还是3D的 我觉得就是 更能够贴近更多的人群 影片中新版白猫女 雷佳的表演 也得到了观众的点赞 她的整个的唱腔 特别有张力 然后也特别特别的完美 为使3D版白猫女 舞台艺术片 既原汁原味 又具有时代气息 导演侯克明 主演雷佳等主创 深入白猫女 原形地体验生活 好的 感谢各位收看 由关注白内障 关注眼健康的 沙牌斯 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 我们下期见了 下期见